9月29日晚 凤姐罗玉凤发微博称 与王思聪的唯一区别是出身 凤姐表示 自己曾说过的话 不符合小人物身份 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而同样的话 从自己和王思聪口中说出 结果却不一样 这是因为 他是首富之子 而我出身农民家庭 凤姐微博全文如下 我一直不明白 中国人为什么骂我 我想 我是大专学历 在迦勒福做收银员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的形象 而我在电视台说过的那些话 并不符合小人物的身份 因此 这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同样的话 从王思聪口中说出来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而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是首富之子 而我出身农民家庭 对于此番对比分析 网友纷纷评论道 我竟无言以对 凤姐其实是个挺实在的人 凤姐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9月29日晚 凤姐罗玉凤发微博称 与王思聪的唯一区别是出身 凤姐表示自己曾说过的话 不符合小人物身份 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而同样的话 从自己和王思聪口中说出 结果却不一样 这是因为他是首富之子 而我出身农民家庭 凤姐微博全文如下 我一直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骂我 我想 我是大专学历 在迦乐福做收银员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的形象 而我在电视台说过的那些话 并不符合小人物的身份 因此 这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同样的话 从王思聪口中说出来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而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是首富之子 而我出身农民家庭 对于此番对比分析 网友纷纷评论道 我竟无言以对 凤姐其实是个挺实在的人 凤姐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你的